意大利名牌D&G去年开始用Digi Love China做宣传 上个星期六起更加是推出了三集的广告 名为起筷吃饭 帮21号晚的上海时装show The Great Show 做祭 广告无特意夸张用筷子的动作 像钳子一样 对 这样就对了 所以就是像钳子一样加住一块披萨饼 小棍子形状的餐具 这些语句做旁白 掀起了歧视中国传统文化的争议 有疑似华裔的网民就在IG上吵爆 D&G创办人之一的Gabana涉嫌种族歧视 Gabana就嘲笑中国人玻璃心 并以一句中国是使国做反击 内地一众的艺人和无特意 随即群起抵制D&G 取消出席或者参与时装show Gabana就解画画IG的账户被盗 贴出Nokme的图片 反而令到各界怒火升级 结果疑似文化和旅游报施压 The Great Show 取消 D&G 亚太区品牌大使迪利尔巴发声明终止合作 原本参加时装show的无特意 就以Nokme行动去抗议 Boo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